那时候嫌犯被逮了 警方都要对他来做这个测谎的见识 因为嫌犯老在说谎狡辩嘛 刑事局有一位测谎专家 破过很多的大案子 那么他说观察小动作 眨眼睛啊 摸鼻子啊 手在那边搓啊 跟嫌犯打心理仗啊 那么透过了数据分析 马上就可以突破心房 戳破人家的谎言了 替受测者在胸口 腹部 手指和手臂等处 带上侦测仪器 监控 呼吸心跳 以及流汗 分泌情形 测谎专家开始访谈 一般的公司同事的互动 对 没有其他 没有 额外的一个关系 或者是超友谊的这样的关系 嗯 应该是没有 应该 对 透过侦测数据显示在图谱上 波形若明显起伏 用来跟对照资料做分析研判 行事局警务证黄梦龙 曾经到国外进修 测谎专业阅力丰富 协助侦破淡水民宿坑杀 他皆有扎林保金案 细子母女三十命案 还有多齐冷案 新加坡媒体特地来拍摄 重案测谎实录 表现优异 货班行事界是凯莫奖 女孩子呢 她可能心思上 或者是在动作上 会比较细微细腻 相对的 我们在做这些行为语言观察的时候呢 你必须要更仔细 去观看 她的一些每一个说辞 跟每一个动作 测谎时全程录音录影和嫌犯大腕心理战术 透过专业戳破谎言 你会摸摸你的下巴啦 摸摸你的鼻子鼻头啦 或者是你双手会不停的 这个戳揉 这些现象 或者是你会摸耳朵啦 或是眨眼现象 当然最大的困难就是知道朋友在说谎的时候 不能猜穿他 12年测谎经验测过上千人 黄梦龙被封为测谎神探 透过仪器数据专业分析 让说谎者百口莫辩 主任新闻杨琪浩代秋荣 台北报道